缓存污染是指正在运行的电脑程式不必要地将资料载入到CPU快取中,导致其他有用资料从快取中逐出到记忆体层次结构的较低级别,从而降低效能的情况。 例如,在多核心处理器上,一个核可以替换由另一核提取到共享高速缓存中的区块,或者预取的区块可以替换从高速缓存按需提取的区块。 缓存污染可能由多种因素引起,包括缓存污染是指正在运行的电脑程式不必要地将资料载入到CPU快取中,导致其他有用资料从快取中逐出到记忆体层次结构的较低级别,从而降低效能的情况。 例如,在多核心处理器上,一个核可以替换由另一核提取到共享高速缓存中的区块,或者预取的区块可以替换从高速缓存按需提取的区块。 缓存污染可以透过多种方式影响电脑系统的效能,可以透过多种方式防止缓存污染。 1. 实作快取一致性协定 快取一致性协定确保多核心处理器中的所有核心都可以存取快取中的相同资料,取代由另一个核心取得的区块,或取代从快取按需取得的区块的预取区块。 2. 实作快取监听 快取监听确保多核心处理器中的所有核心都可以存取快取中的相同资料。 缓存污染是指正在运行的电脑程式不必要地将资料载入到CPU快取中,导致其他有用资料从快取中。 除出到记忆体层次结构的较低级别,从而降低效能的情况。 缓存污染的一些例子包括 1. 在多核心处理器上 一个核心可以取代另一核心提取到共享快取中的区块,或者预先取的区块可以替换从快取中按需提取的区块。 不解决电脑系统中的快取污染问题的后果可能会损害系统的整体效能和效率。 如果不解决快取污染问题,可能会导致快取命中率降低。 快取为命中增加以及记忆体存取时间增加。 所有这些都会对系统的整体效能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快取污染还会导致功耗增加。 因为系统必须更努力地从记忆体层次结构的较低层级检索资料。